所以这边是 这个也是加咪 那个好像是那个 那个上文好像没有写 这边 加咪是加 加咪 好 我们先解释一下 等于说是 你念完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蓝调音阶 就是那个 minor的时候 是 减五跟减九 这个音常常用到 你会发现这个 大家对这个 有没有问题 就是 minor的时候 minor 等于说是 减五在这边 是不是减五 这有懂不懂 根音嘛 九度 所谓几度几度都是以根音为主 然后这个根音 这个是不是九度在这边 然后减九在这边 这五度是在这边 减五是不是在这边 这没有问题吧 所以说呢 先把这个搞清楚 就是minor里面呢 有一个减五 减五跟减九 就这几个 这是蓝调的音符 搅着人家 大家看 这个amana 就是搅着 他amana不等于是c调吗 那c调里面 有两个主要蓝调音符 就是这个 降密跟降息 大家有个问题吗 这两个音要记住 所谓蓝调就是要有这两个音 才有味道 才有蓝调的味道 你没有这两个音 就没有蓝调的味道 所以这两个名字又叫什么 英文名字又叫什么 blues note blues note 蓝调音符 你看 所以说常常 这两个音随时要用到 你看 就味道了 看到没有 这个 还这个音 所以这个东西 要不一样 不一样 看到没有 这个音 刚刚上文不讲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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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按 按下去 这个 这招要用 味道就出来了 蓝调的音符就出来了 还有一个加 这个音 所以牌子这样 就刚刚就这一种 所以一只同学呢 你就回家 一直练 就刚刚上文讲 就练 你就把这个练 练出来就好了 就是先 先把 练出来的音符就出来了 这个后面就插个音了 那这个 这个你不是上位有写吗 有弹吗 要我写一下 要写 对就写这两个给他们好了 这两个 对 你看看这后面两拍的 这招学起来的又是一招 很常用的 你看这样子 像A-A差音的时候 没有问题吗 然后再来 A-A二子行 不过如果连续这样上去 这一招 你看到没有 再看一遍 这三支收着 Dola Do Mi Sou Mi Sou La Dola Do Mi Sou Mi Sou La 非常好用 这一招 看到没有 同学说一说 你们说 一直每次都要练练 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练出来 往上这样 你想要说 和弦不是这样子吗 先把和弦搞好 A-A-A二子行 A-A二子行 是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重点 招音的时候 都用这支手指 指行 你要看这个指行 看到没有 就是这支手指下去 所以我这招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但真的用的到目前好像很少人看到到用的会用 就是当你会用的时候这样 看到没有 就一直往上爬 很好用 非常好用 但是因为它只有两拍 要是要配合它那个 那你会 这招把它练起来 顺便练习一下 等于说 当时要配这个 右手要不断地打 那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你先这样一拍两拍 练习又帅了 当然是这个难度比较高 因为这个难度你要左手要怎么打 那你开始练的时候 那你开始练的时候 对不对 就一直练 这一招 可是从一招里面就可以 然后同样一招 这是往上爬的 往下爬的 也是一样 这样 看到没有 也是这三指的 这样 再看清楚 你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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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 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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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 也是这样 是这样的吗 回家死 可以这一招 学起来就不得了了 你这一招 就是一招办事 喘天下 是不是 你就一招 对对对 对对 一直弄 所以 是不是 是